第二宗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 高等法院法官林文漢裁定 案中的菲律賓籍丈夫得席 有資格申請本港居留權 發還入境處處理 至於她的非籍妻子就敗訴 判辭指她曾預期居留 違反逗留條件 也離開香港17個月 不符合通常居港滿七年的規定 提出司法覆核的夫婦 二十多年前來港做外傭 他們在香港結婚生子 其中兩名子女 已經獲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資格 夫婦多次向入境處申請居港權 都被駁回 其由丈夫轉職為司機 07年政府容許兩夫婦居港 換取他們放棄向人事登記審裁處上訴 但到2014年才有資格申請永久居留 兩夫婦要求即時享有居留權被拒絕 於是提出司法覆核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重申 支持外傭在港工作的時間 應該列為通常連續居港時間 獲得申請居留權的資格 但要取得居港權 外傭仍然要符合視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條件 入境處有極大權力 根據申請人的身份、背景 決定審批時間 以及是否批准申請人居港 即是他收了一份份 他現在都要等幾年了 看你是誰 你匯豐大班可能三天批給你 但這個就是你由入境官員拿捏 那個入境政策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他有很大權力 所以我經常覺得葉劉淑儀之劉 經常在這裡說 我的保安局的同事、入境處的同事 根本有無險可守、無關可把 是廢話 他認為將來會有過百萬外傭湧日本港 是假議題 又表示公民黨立場一向清晰 並非外界批評的態度曖昧 香港民視記者廖正文